前幾天放假我就在家裡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版面稍微調整一下 反正就是類似像這樣 這邊有個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裡面其實看的人還蠻多的 因為我的文章應該有幾百篇 反正東西太多了 因為我習慣有點像寫日記一樣 有些什麼好的東西 我就覺得可以記錄下來 我就把它貼到我的部落格裡面去 像最近有很多病毒氾濫 那我就剛好有中毒了 結果我把中毒的過程 跟解讀的方法 方式也把它錄製起來 放在網路上 其實看的人還蠻多 因為很多人跟我一樣都中毒 那怎麼解讀裡面都有提到 另外就是說相關的影片 我把它做個整理 我們上課的 像我們的論壇這邊有個連結 那底下從第一週上課到第13週 所有連結通通在這裡 點進去就可以看了 在YouTube裡面 那舊的課程也非常多 這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另外呢 我發現我東西其實還不算少 像影音教學 自己又把一些相關的 像最近遠傳電信 剛好有個案子 然後去遠傳他們主管受訓 那我就把上課 反正剛好也錄了 我主要是分享給他們看 然後反正幾個人看 跟幾百幾千個人看 那個效益 當然是分享出來 反正放著也放著 放著我電腦裡面 不會有人會 駭客也進不來 看不到 我就想說把它乾脆拖上網 讓人家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得到 那裡面的話你想要了解 Excel的函數 這邊通通都有 甚至裡面樞紐分析表 還有奇摩他們有個測驗 他們要80翻才能及格 而且其實他們那個課 我覺得其實對我壓力也不算小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對老師的評 那個要問卷 要評比 那個買